這是我們的心 而我們的裡面呢 神經形容 我們都會有一些顯而易見的情慾 例如是 奸淫 誤會 邪當 拜偶像 邪術 仇恨 爭敬 忌恨 惱怒 結黨 紛爭 異端 嫉妒 醉酒 荒厭等等 當然我們還不認識神之前 我們就允許這些罪 不斷不斷的在我們裡面 更加的成長 也許有一天我們遇到了一些人 他告訴我們說 讓我們明白這是罪 或者是我們自己有自覺了 我們可能會少做一點 但是這個少做呢 還是把讓這個罪性是存在我們的裡面的 因為情慾和聖靈是相爭的 他們互相爭 所以在我們的裡面 我們要怎麼樣克服我們的情慾呢 就唯有靠著聖靈 而聖靈所結的果子 人愛 喜樂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實 溫柔 節制 而這樣的聖靈節的果子 當你越節越多的時候 就可以慢慢把我們的生命恢復到神所預備給我們 那個榮耀的形象 回到那個有自由不再去犯罪的情況裡面 所以聖靈和情慾的爭戰不是二選一 而是一分為二 在你的裡面究竟是聖靈節的果子多 或者是情慾節的果子多 當這些果子 當聖靈果子覺得多的時候 自然而然順服肉體的情慾的這些果子 就會越節越少 所以現在你的心是在什麼樣的一個情況呢 你很快 呢 你呢 你呢